据日本媒体报道 共同追寻梦想的伙伴突然离世 毕公司旗下艺人和所有工作人员不仅背后 更感到茫然若失 懊悔不已 他作为演员工作认真 为人诚实 竟得好 深受公司内外艺人和工作人员的喜爱 他对每一部作品倾尽所有 相信他闪耀着光辉的灵魂会和所有作品一起留在人们心中 他永远是我们MUF的艺人 是我们无可替代的伙伴 关于葬礼和告别仪式 MU官网称 与医属商讨后按照他们的意愿已经秘密办活葬礼 对于支持和帮助三浦春马的相关人士及粉丝 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如果可行日后会选择合适的方式举行告别仪式 目前对于三浦春马私生活中的烦恼 以及自杀的具体动机警方还在调查 日本演艺圈因为他的离开陷入悲痛 很多人还在为他哀悼 昨日女星大主任回忆 2015年第一次与三浦春马合作舞台剧 说春马我很伤心啊 我只知道我绝不会忘记你 7月18日 日本当同男艺人三浦春马被发现在家中死亡 一气自杀 这个让人悲痛的消息不禁震动了整个日本娱乐圈 也让无数中国影迷感动痛心和惋惜 谁都无法相信 那个始终笑容明亮 清爽温柔的大男孩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据日本媒体相关报道 三浦春马今天原本有工作安排 因为一直没有赶到工作现场 工作人员前往他家方 才发现他已经上吊身网 根据警方消息 调查人员在他家中发现了类似迷书的物品 初步认定死因是自杀 目前警察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997年 年仅7岁的三浦春马出演电视剧《亚九龄》 红星出道的他就此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自此三浦春马一边学习一边拍戏 天资聪明又努力着他 很快成为了万众瞩目的存在 并逐渐成长为大众眼里干净的日系美男的代表 凭借着清秀的长相 干净温暖的外在 内脸的镜格 年轻的三浦春马很快就收获了一大批同龄人女生粉丝 出众的实力 俊朗的外在 让三浦春马为观众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代表作品 除了偶像剧 电影之外 三浦春马还致力于音乐剧的舞台 属于日本全方位发展的艺人 2019年三浦春马就搭档大导游子出演了舞台剧《最底华》 获得不少好评 翻开三浦春马的微博社交账号 也让人唏嘘不已 7月14日 三浦春马还在为自己的新剧金钱的结束时爱情的开始做宣传 7月10日 他还在为高考学子们软心加油 配图中的他笑容干净而温暖 6月26日 三浦春马发文 大家端午节快乐 三联休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哦 俏皮而贴心 在三浦春马微博中 几乎每一张照片都在微笑 但人世间有太多悄无声息的告别 三浦春马为我们留下了他传奇美好又短暂的30年 就这样突然的选择了告别 越来越多的娱乐圈明星因抑郁而自杀 张国荣 陈林 贾鸿生等 2016年演员乔仁良因抑郁自杀将娱乐圈抑郁症事件再次推向高潮 同样令人惋惜的还有大家熟知的蜜桃女孩 学历 娱乐圈的确成为了抑郁症的高发区 明星们在舞台上固然光彩四射 但背后也有承担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 有时大到足以压堵他们 加上演艺圈行业竞争异常残酷 没名气的想出名 出了名的害怕过气 许多艺人压力过大 持续处于紧张应激的状态 容易诱发失眠 焦虑 抑郁等情绪 其实 抑郁症的魔爪不仅身像明星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 全球抑郁症年患病率约为11% 抑郁症是近年来发病人数上升 最明显的精神疾病之一 抑郁症的自杀率高达15% 被称为头号心理杀手 当暗物皆有裂缝 那也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 三浦村马等明星的离开 不然让我们遗憾难过 但也提醒着我们心理健康 对于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性 这个世界依然有很多的美好 人间值得 未来可期 愿每一位抑郁患者 都能顽强地走出那段 灰暗没有色彩的日子 最后 愿三浦村马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安宁